职场有方圆 规则可不少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欢恩 这个礼拜 美国其中选举 才刚刚落幕 选情之胶着 开票花了好几天 仍然有不少国会席次 究竟是花落谁家 还是一个位置 在我录制 这个礼拜节目的现在 包括像是Arizona 还有Nevada 以及Georgia 这三个州的 Senate seat 参议员席次 因为票数太接近了 所以都还没有 正式宣布当选人 其中按照乔治亚洲的州法 因为呢 民主党以及共和党 两党候选人都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 所以呢 必须在下个月12月初的时候 进行一场run off 进行一个决选 这第二回合的殊死都真的是事关重大 因为按照目前的局势来看 美国参议院的席次 可能到最后呢 就是民主党 共和党 一人一半 所以到底谁能够掌握住参议院 多数席次 真的就是一票之差哦 这可能真的得要等到一个月之后 才能够揭晓 全看乔治亚洲 12月份的这个决选结果 美国的midterms 美国的其中选举 其实呢 有一点点类似台湾月底将至的九合一选举 基本上呢 就是公民透过票选地方民意代表 包括像是美国的参议院的议员 众议院的议员 各州的州长 以及州议会议员 还有州检察长等等 非常重要的这些地方政府职位 等于是间接来表态 对于执政总统的一个满意度 简单来说呢 就是用选票来给执政总统一张 他的其中成绩单 也正因为如此 在这几年来 这个民调好像是越来越不准的情况之下 总统支持率反而成为了一个 可以来预测其中选举结果 一个更靠谱的风向球 在2018年丢掉了国会多数 2020年又输掉了白宫的美国保守派共和党 今年他们一度非常高调的预测 会有一波红色海啸 强势大反扑 因为共和党的颜色就是红色嘛 他们誓言国会将会全面洗牌 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承诺呢 当然必须要端出前总统川普 派他出去积极奔走替非常多位共和党的新科国会议员 候选人来站台 这背后呢 当然也是因为川普他 一直好像还是有这个2024年 想要再度角逐总统宝座的野心 为这样的一个大忌来铺路 只不过选举结果陆续出炉 相信作为错愕的莫过于共和党 他们信誓旦旦一定会发生的这场红色海啸 最终竟然没有应验 那在美国其实呢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来投票 你甚至可以把你的选票邮寄出去 那这些邮寄选票通常是会要花更多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开票 所以目前呢 这个实际的票数可能真的还是要到下个礼拜 要再多等几天才能够确定 不过呢 按照各大媒体的预测 共和党基本上是成功赢回了众议院 只不过这个席次数上的差距 比他们预期的要小非常的多 甚至最后可能应该就是 只会是一个个位数的差距 所以真的是对共和党来讲 是非常失望的一个结果 那好在目前还没有发生 类似去年一月的时候 因为这个川普的煽动 所以有很大批的共和党支持者 他们拒绝接受选举的结果 选择诉诸暴力 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那目前美国还没有发生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过呢 相信不管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还是共和党的政客 他们肯定都是心有不甘的 民主党虽然是逃过一劫 没有被这个红色海啸彻底碾压 可是其实他们真的也没啥好开心的 因为呢 这场其中选举虽然结束还不到一个礼拜 仍然有很多尚未底定的选情 可是所有人唯一一个能够有共识的一件事 就是美国真的是极端分裂到一个不行 在任何一个你想得到的议题上 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两样情 美国贵为民主自由国家的典范 说穿了其实他们很多这个选举制度 存在各种令人匪夷所思 毫无道理之处 举反正像是选区的划分 投票日的设定 投票的时候你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件 验名正身 各种五花八门的投票方式 你可以亲自到投票所投票 你可以邮寄投票 以及总统大选的时候 以选举人票数而不是公民直选 来决定胜负等等 以上每一个莫名其妙的怪象 都会让你打从心底 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还有选举结果打上一个大问号 所以我就想说趁着台湾选举将至 好像可以很应景的 在我们没道理的美丽坚 这个系列单元当中 来跟大家用一集的时间 聊一聊美国那以民主之名 胡搞瞎搞的选举制度 小时候每逢选举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哥哥嗤之以鼻的说 台湾就是因为民主素养太低 所以投票率才会这么高 2020年台湾的总统大选的投票率 甚至还飙到八成以上 其实听到他这样讲 我始终不是很明白 大家不是都说 投票是一个民主国家的特征 所以在投票日 踊跃出席 踊跃参与 这应该是民主素养高的一个表现吧 一直到我搬来美国之后 我才明白 其实美国人的投票率 最多就是徘徊在五成到六成左右 这并不全然呢 是因为大家对政治不闻不问 而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当中 存在很多没道理 不成文的规范 让投票这件应该非常简单 非常天经地义的公民义务和权力 变成一个极度麻烦 甚至你可以说是刻意刁难 充满恶意歧视的不可能任务 也因此投票率会这么低 我觉得这反而是凸显出来 美国的整个民主制度 它的体质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 美国在1787年签订了美国宪法后 在隔年就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场选举 同时呢 这也是美国的第一场总统大选 但那个时候 美国的宪法 明文载定 把黑人 把黑奴 看作是五分之三个人而已 他们根本不是 不能算上是完整的一个人 想当然这些黑奴 他们既然没有自由身 也不被当作是一个完整的人看待 那就更不要肖想 可以拥有投票权了 一直到1890年宪法修订之后 才正式赋予了黑人男性投票权 而女性是要一直等到1920年 才正式获得投票的权利 从美国的暗黑历史 就已经可以一窥 这个所谓的模范民主国家 其实从头到尾 对于一人一票 这个非常基本的民主原则 有根本性的不认同吗 即便现在随着时代的眼镜 好像已经不能够在 像当年一样 那么明目张胆的 以种族或是以性别 来剥夺公民的投票权 可是我告诉你 美国政客仍然有各种奇招 可以来排挤特定的族群 用各种可疑的手段 来控制选民的组成 美国政客透过立定州法 合法齿夺公民投票权 抑制公民参与选举 最常见的一个手段 一个法规 就是针对受刑人 还有更生人 如果是为了惩戒犯下了重罪的受刑人 齿夺包括他的人身自由权 还有他的投票权 作为刑罚的话 这还算是合理吗 可是今天如果是已经服完刑期 已经出狱的更生人呢 在美国竟然只有不到半数的州 认同这些更生人 他们在出狱之后 理所当然应该要拥有 等同于 所有一般正常人的权利义务 包括投票权 多数美国的州 另外会订定州法 专门来限制这些有前科的人 要他们终身不得参与投票 或者是必须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 才可以重新申请回来 他们的投票权 又因为美国的州立监狱当中 一面倒的几乎都是黑人 受刑人 其中很多这个民权运动人士 他们最喜欢引用的一个 很惊人的数据就是 黑人虽然仅仅占了 美国不到两成的人口 可是美国的监狱里面 有三分之一官的都是黑人 可想而知 以有没有前科 作为你能不能够投票的一个 额外的门槛 额外的限制 更多的时候 是会影响到黑人族群的投票权的 所以这也很容易被解读成 就是一种变相的种族歧视 专门来打压黑人的 所以简单来说 美国的投票率比较低 真的不是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 不关心政治 而是有不少美国人 他们想投票却投不到 或许你是那种黑白分明 坚信赏善罚恶 好像没有任何一点灰色地带的人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 谁叫你们这些人要去犯法 因此终身持夺公权 你们也是活该 可是美国政客善用的这种 叫做Voter Suppression 抑制选民投票的手段 可不止这一招 接下来的每一招都更令人发指 更加莫名其妙呀 搞不好到我们回头 再来跟台湾的立法院比较 那些什么一言不合 就上演全武行 在国会殿堂辩论 还要特别准备各种暗器 道具 从水球到猪肠 猪内脏是一应俱全 这些热情粗鄙 可是至少是正面拼搏的行为 某种程度上 比较起来 我觉得可能还要比 美国政客他们的黑心算计 要来的更加符合民主精神 美国选举制度当中 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可能不止一个 可是其中最让人感到肥琐 的首推 Gerrymandering 这个词汇可以说是 美国自创的一个政治术语 我认为最正确好懂的翻译 应该就是 Gerrymandering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来应的选区划分 不过它实际上的意思呢 就是政客会为了增加 政党胜选的几率 来进行选区的重划 讲白了就是透过重新 划分选区界限 来让政客挑选 他想要的选区选民 而不是由选民来决定 他们想要的地方民意代表 如此本末导致没有道理的事情 这却是美国真正的常态 更决定了美国各州各区的政治版图 还有票仓分布 其实选区重划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 再正常不过的 必要例行的行政项目 每个十年进行人口补查之后 本来就应该要依据 不同地区的人口组成 来进行选区的调整 毕竟生老病死 还有各种迁徙 都会造成人口的流动嘛 所以定期的重新规划选区 如此一来才能够确保 每一个选区的选民人数 差不多是一致的 可是选区重划之所以成为 美国非常严重的一个政治问题 就在于那些负责 重新规划选区的人 他们往往自己就是 参与立法的民意代表 等于是求援兼裁判啦 等于是让这些政客 他们可以借由选区重划来自肥 来确保自己参选的 这个选区当中 选民大多是会支持自己 支持自己所属政党的人 有位知名深夜脱口秀的主持人 曾经如此解释 gerrymandering的概念 我觉得其实这比较 亲民比较简单好懂哦 想象一下 你今天为了要筹备你的婚礼 在规划洗酒的座位表 如果你刚好有十个 你非常不喜欢的亲朋好友要出席 那么你可能会有几个选择 一个呢就是不如把这十个人 全部都在一起让他们坐一桌 如此一来呢你也比较好掌握嘛 到时候要敬酒要干嘛的时候 你就只要刻意回避这一桌就好了 又或者你另外一个选项可能会是 干脆把这十个人分散在十个不同的桌子 如此一来呢 你等于就是分化了他们集体讨人厌的程度 在你敬酒的时候 至少还有同桌另外九个是你喜欢的宾客 可以帮忙你稀释掉那唯一一个讨厌鬼 会带来的负能量 同理可推 这其实就是gerrymandering 本质上最常见的两个策略 你要嘛集结不然就是分化 如此一来呢就算我的政党 在一整个州并没有绝对多数的支持率 可是我却可以透过非常精心设计的 这个选区规划 确保我在各个选区都有胜选的可能 在2014年的美国国会选区当中 宾州他其实44%的选民 是投给了民主党的候选人 可是在宾州的18个选区当中 却有13个选区 最后是由共和党的议员胜出 等于是三分之二的选区 都变成了共和党的囊中之物 这好像有一点数字上 是不是哪里有些出入 这个跟选民的意愿 好像有点不成比例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呢 简单来说呢 这是因为gerrymandering 它已经演化成一门极为精准的科学 可以很准确的依据政治倾向 族群年龄所得等等各种不同的条件 按照不同的街道项弄 用电脑软体9弯18拐的乱话 划分出你想要的选区样貌 就好像你安排洗酒桌子一样 一旦能够把支持我的人 全部都在同一个选区里 那我肯定胜券在握 或者是把不支持我的人 想尽办法分散到数个不同的选区 那如此一来 也就能够分化反对者的势力 让他们没有办法 在同一个选区里头达到多数 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国的选区 每一个都长得非常诡异不规则 因为这背后都有非常高度的人为操纵 有趣的是gerrymandering这个术语 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 那个时候美国麻州的州长 Elbridge Gary 他非常厚颜无耻的 真的只能够用鬼话符来形容 去按照他的意念 规划出完全是按照政治倾向 划分出来的选区 这些歪七扭八 不像样的选区 被批评者 讥讽 这个外貌 这个轮廓 选区画出来的轮廓 就像是一只火蜥蜴 像是一只salamander 当时有人就开玩笑说 哦不 这不是salamander 是gerrymander 本来好像是想要用州长的名字来 讥笑他 来抨击他 但是 人家的名字的念法是Gary 不是Jerry 可见的gerrymandering 根本 从这个字的命名 到他背后的政治手段 全部都错得离谱 错得一塌糊涂 我觉得 我们实在都把太多台湾的美好 看作是天经地义了 以资历来说 虽然台湾确实是一个非常稚嫩的民主国家 1930年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才订定了选举权 一直到1996年 才有了第一次的总统名选 但有一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 好像我们根本想都不会想的 一些选举相关的机制和设计 我自己觉得台湾真的就比美国做得好太多了 当然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确实是因为台湾跟美国的选举制度 本来就很不一样嘛 所以会有不同之处 也是很自然的 那到底谁好谁坏 谁做得比较好 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 比方说在台湾 只要你年满20岁了 你自动就会收到选举通知单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在投票日当天 拿着你的身份证 你的印章 还有你的选举通知单 去投票所 你就可以投票了 反观在美国 可就没有这么容易咯 在美国你想要投票 你必须要先注册 不是说你年龄到了 政府就会自动把你列入投票人之一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投票 你如果没有在期限之内 注册完成的话 你非常有可能会因此错过当期的选举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当然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 美国每一次选举的投票率嘛 有些从来没有注册过要投票的人 很可能就因为多出这个步骤 就直接放弃投票 或是因此而错过投票的机会 可是我觉得更扯的是 在美国投票 你甚至不需要出示证件来验名证声 你只要出现在投票所 报上你的姓名 志工在你的电脑上搜寻你的名字 就算哦 这真的超扯的 就算他们在系统当中插屋此人 找不到你的名字 志工会非常热心的手动 帮你把你的资讯登入到系统里面 然后呢就会给你一张 所谓的叫做affidavit ballot 就是你的宣誓选票 现在不少美国的投票所 基本上用的都是投票机器嘛 就去按按钮还是拉拔 可是如果有一些这个系统 查不到的一些 就是所谓来路不明的选民 那你就不可以去用投票机器 志工会发一张纸本的宣誓选票 给你来填选 那你填选完之后呢 你就要把这个选票折好 然后放入一个特殊的信封 封好之后再把信封交还给工作人员 基本上呢这个affidavit ballot 这个宣誓选票之后 是会由选委会手工开票 在计票前会人工验票 人工核对 说你是不是真的是 这个选区的居民 确认了你的身份之后 才会来计票 但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 因为你今天根本不用出示身份证件嘛 所以就算你不是本人 亲自出现在投票所 随便一个人只要他报得出你的姓名地址 还有出生年月日 还有美国就是类似我们身份证字号 这个社会安全号码 随便阿猫阿狗都可以代替你去投票 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出示身份证件 验名证身 voter ID这件事 在美国竟然也被视为是 voter suppression 遏止选民参与投票的手段之一耶 美国民主党时不时会批评 有一些共和党执政的州 批评说 你们就是故意通过那些更为严格的 voter ID法规 要求选民投票的时候 一定要出示 特定的官方身份证件 才能够投票 这摆明就是想要劝阻 选民可以积极参与 可以没有这些额外的一些阻碍 来投票 我觉得对我来讲 可能会觉得很诧异 这怎么会是voter suppression呢 要你出示ID 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但是其实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美国其实并不像台湾 美国人没有所谓的一个 统一的身份证 大多数的美国人 基本上他们都是用他们的驾照 当作是他们的身份证 也因此如果今天你不开车 或者是你根本穷到 没有车子可以开 你当然就不会有驾照啦 你可能会说 OK fine你没有驾照 那你用护照可以了吧 护照也是一个官方的国家 发放的身份证件 所以护照当然可以 可是有趣的事情就是 美国人持有护照的比例 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低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他们是有护照的 你可能很难想象 可是对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讲 你不要说出国了 就连跨州旅行 对他们来讲 这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能都少之又少了 所以哪里觉得有这个必要 去花钱申请护照 你当然也可以另外 申请州政府发行的 州政府发行的state id 就是州的证件 可是这一样需要花钱嘛 也因此对很多美国人来讲 特别如果你是低收入户的话 他们是没有任何所谓的官方身份证件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要求说 你要投票的话 你就必须要出示有照片的身份证件 这的确等于是另外添加一道高门槛 绝对会因此又劝退一票 明明有投票权 却没有办法来行使这项权利的人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盟网 台北Bravo FM9.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制作播出 本月刚好适逢美国的其中选举 还有台湾的九合一选举 觉得特别适合来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贵为全球指标性的民主国家 但是相信大家一定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的选举制度竟然可以如此的莫名其妙 没道理 除了选区划分 Jerrymandering 以及投票不用出示身份证件之外 美国真正最莫名其妙的一个选举制度 就是总统大选期间的 Electoral College 选举人团 选举人制度 原来美国人选总统 虽然确实是一人一票 可是并不是透过公民直选来定江山 反而是靠选举人的票数来决定白宫有谁入主 根据美国宪法 美国各州每四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会按照各州的这个国会议员人数 推选出相同数目的选举人 选举人的推举方式呢 各州略微不同 可是原则上呢 就是由获得多数州民选票的政党 他们来委任这个选举人来进行投票 美国国会参议员加上众议员总计是538人 这就表示呢 全国总共有538张选举人票 也就是说呢 美国总统他们需要赢得至少270张选举人票 才算胜选 大多数的州都名文载定哦 代表该州的选举人 他们必须要反映民意 也就是说如果那个州的多数选民 都投票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代表这个州的选举人 他们也必须把他们的选举人票 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 他们不可以违背民意 去投给自己心底支持的这个候选人哦 再加上呢 大部分的州都是采用一个赢家通吃的规则 基本上就是选举人票是不可以分配的 你赢一州就是会赢得这一州的所有的选举人的票 比方说呢 以纽约州来说 因为纽约州人口比较多 所以呢 代表纽约州的各区的这个国会议员席次 总共有29人 一些人比较少的州 他们的这个议员席次 以及选举人的票数就会相对比较少 那纽约州有29个这个议员 也就是表示纽约州有29张选举人票 所以如果今天纽约州的州民 大部分的人是投票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纽约州的29张选举人票 也全部都会投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就叫做赢家通吃哦 可是正因为选举人这种莫名其妙的 间接投票制度 让美国过去46届总统当中 竟然出现过5次 赢得多数选举人选票 却没有能够赢得多数公民选票的 总统当选人 这对民主国家来说 是一件很扯的事情 包括像是2000年的小布希 还有2016年的川普 他们严格上来说 都不能够算是民选总统也 因为呢 他们的对手 都是在全民得票数 比他们还要高的情况之下 竟然落选 选举人制度存在超过百年 就像美国历史本身 它充斥着种族歧视的色彩 当年之所以会提出 Electoral College 选举人团 选举人制度 有很大一部分的考量 根本是顾及南方 选奴的陆袭 原来其实当年美国南北两方 人口虽然差不多 但是呢 南方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 基本上都是黑奴 那我们刚刚提到啦 黑奴根据美国宪法 那个时候只算得上是五分之三个人 所以当然没有资格投票 那这样子对南方人来讲 不就亏大了 任何全国大选 肯定他们就只能够当输家 因为他们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不算数嘛 因此呢 这些政客才升出了选举人团 这种间接选举的妥协 当年有超过九成的黑奴人口 都是全数集中在美国五个南方州 在争取国会代表席次的时候 这几个南方州 毫不害臊的会以人口数 来要求追加议员的席次 可是讲到总统选举的时候 这些南方州却又变称说 哎呀我们大半的黑人人口 他们不能投票啊 这样我们投票人口会少一大截 这样不公平啊 等于是两面通吃哦 可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厚颜无始的人 他们往往都比较能够得偿所愿 因此这些南方的州 他们不仅成功地增加了 他们的议员席次 也成功地稀释掉黑人的投票权 可是如今 已经没有黑奴不能投票的问题啦 这不是意味着我们理所当然 应该要推翻掉选举人制度 这个Electoral College 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 我们应该要让美国人可以回归到 一人一票最根本的民主精神吧 可是偏偏Electoral College 它是被写入美国宪法当中的 所以呢这就牵涉到要修宪的问题了 按照过往 有两任近年来共和党的总统 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大受惠于选举人制度 若不是因为有选举人制度 他们都不可能会当选耶 所以实在很难想象 在共和党掌握住美国众议院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美国有任何的机会 可能可以藉由修改宪法 推翻掉选举人制度 改来支持来应用公民直选总统 哦对了我差点忘记跟大家分享 美国选举另外还有一个 真的是有很多很奇怪 可是另外这个最怪最怪的一个地方 就是不管是其中选举还是总统大选 美国人很悲惨的 他们的投票日都是落在星期二 投票日选在周间 这本身就已经会造成很多选民的困扰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请假去投票的 不是所有人都有余裕 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你请假不去上班 你就是被扣钱啊 有些老板不见得那么开明 会想办法要让底下的员工 可以去实行他们的这个公民权哦 所以难怪 真的是难怪美国的投票率 很难太高 我后来又发现哦 这个投票日到底为什么会落在礼拜二呢 这其实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现代人硬是要继续沿用古代人 那已经不堪用的逻辑 这样一个很愚蠢的产物哦 很愚蠢的结果 原来古人 两百年前的美国古人们 他们通常都还蛮虔诚的 他们礼拜天要去上教会 礼拜三要干嘛 礼拜三要赶去市集 那在那一个根本没有汽车的年代 通常你一出门 其实都要花上一定的时间嘛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投票 肯定也是要规划 至少可能一天的旅程 才能够赶到投票所 所以既然礼拜三跟礼拜天 都已经有固定行程了 所以你不可能在这两天出远门 那么投票日就不能够定在礼拜一 或者是礼拜四 这样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赶到投票所 那那就只好选礼拜二咯 礼拜二投票日 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究竟为什么21世纪的人 仍然需要比照 这些两百年前既不科学 也不公正 如今毫无道理可言的思维和规矩呢 所以我说呀 美国那以民主知名 胡搞瞎搞的选举制度啊 真的可以说是 美国最落后的一个特征哦 台湾的听众朋友 听到这边我觉得 大家更应该要好好珍惜 我们有如此先进 如此便利 如此不带种族歧视的投票权 所以真的到时候 要记得去投票哦 谢谢您收听 今天的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欢恩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空中再聊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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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